哈囉各位Youtube還有Diablo的玩家大家好 我是一樓,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 很久沒有上傳Diablo的影片了 因為最近也比較忙 比較忙的話 當然 愛惠神2呢 我多少還是有玩 那段階序就是這樣玩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所謂的 大家聽一下 仔細聽一下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專家級模式 專家模式 HC模式的 角色 這一隻亞馬遜92級 那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專家級模式 比較硬核的 也就是說你只有一條命而已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亞馬遜呢 目前的話 他有哪一些裝備 讓我撐到了92級 當然 這些裝備的話呢 我還有其他的角色 專家級我不是 我不是只有亞馬遜 我還有其他角色 專家級我應用了大概八九次 然後就 慢慢的就有一些經驗上來 這樣子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所有的 傭兵部分 我用部分的話 話來說的話 因為這隻是 那個 標馬 那我先看一下他的頭盔 他的頭盔的話呢 他的頭盔其實 當然安投是最好的選擇之一啦 為什麼說之一呢 因為呢 其實 安投是比較自私化 但是安投 在 專家來講的話呢 入手難度有點高 因為專家模式的話 有些 一方面 物價也比較貴 再方面的話 就是說因為玩家人數偏少 所以說有些東西你不是很好 很好獲取 所以說我就拿這個 防禦比較高的做 那個壁雷 因為他有個好處是他有增加 物理性傷害 然後又增加了 20的打擊回復 所以說我就選擇了他 那你說他好不好用呢 其實他滿好用的 真的是滿好用的 只是說他沒有增加 那個攻擊速度而已 再來的話就說 綱麗 綱麗的話來講的話呢 也是很知識 當然你在專家模式來講 我記得我以前有提到 在專家模式來講 有些東西你不一定 你不能把 普通模式跟天廳模式的模式 套在專家模式來講 有一些東西是不行的 所謂的不行是 你也可以玩 但是你不容易生存 這個是重點 再來的話就是說無限 無限的話來說的話 我知道你可能講說 為什麼拿這個 普人叉 普人叉的攻速 最主要他的攻速快 只是說他 我必須要犧牲掉他的傷害 所以說他的傷害 其實不算高 真的是不算高 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靈氣部分來說的話呢 我斷斷續續的這樣子 測試的 情況之下呢 在專家模式 你最好用的 靈氣 有兩種 一種是 應該有三種 一種是力量靈氣 一種是神聖冰凍 再來的話就是今天要講 就是赤真靈氣 這個赤真靈氣很好用 因為我們有一半的時間 是會接觸到近戰的角色 有些是法師之類的 死靈法師之類的那些 很不耐打 有時候那個地獄的那個 那個怪 比如說明兒 那一些的 有些連碰都不能碰 而且就是說 因為你本身如果沒有低壓裝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你遭受到了 對方的打擊 他也可能要近戰會反彈 這個很重要 這個在地獄 這個地獄的專家模式來講 非常的重要 你看我這隻亞馬遜 其實 我的裝備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我因為這個靈氣呢 讓我 解救了我好幾次 真的解救了好幾次 我們現在看一下 就是說我的 亞馬遜的 那個 裝備部分 亞馬遜裝備部分的話來說的話 先看一下 這個是 鳳凰盾 鳳凰盾 鳳凰盾因為他主要是 他的救贖 靈氣來講 這對我來 打寶 NF 或是說在打怪 過關的時候情況之下的話 就佔了 非常好用的情況 你不怕 這個 法力跟 血的這個 缺的部分 那我就 本來我本來是拿 銅盾 後來把它換掉 再來的話就是說說 鞋子的話其實 比較有多銅的選擇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看要不要把它換掉 目前來講 我手上的資源 不是很多 所以我只能穿 愛耳朵的戰鬥拳 因為這個還不是頂 這個還不是頂 再來的話呢 這個 烏鴉之雙 烏鴉之雙最主要是要防止這個冰凍 最主要是要無法冰凍 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個雙溪戒 雙溪戒的話 其實可以用洗 因為我這是打到 可以用洗的 看能不能洗到 雙溪 然後又加全抗 那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再的話 就是說這個是 強化手套 強化手套的話 其實很好用 強化手套你只要是物理性的角色強化手套都很好用 就不用靠法式的那個強化 你自己就可以強化 而且還要加攻擊速度 當然你可以用 其他的手套 比如說 這個 標槍的手套加20攻速又加其他技能 當然那個手套就很屌了 再來的話就是說 這個 武器就是泰坦 就是泰坦 這些泰坦 DR還不是很高 沒辦法 就是 打不太刀 我整個就加緊用 再來的話 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我們講的謝夫 這件謝夫 在專家級來講的話呢 物理性的這個衣服 這種裝備 很值錢 包括桶盾 鬼頭 這個都很值錢 這個一般的模式 很不一樣 所以說這件我從頭穿到尾 這件救了我好幾次的命 而且這個我還是升級過後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掙扎了很久 到底我是要穿 鋼蠅呢 還是穿 這個謝夫 那我 選擇之下呢 我決定我穿謝夫 而且他受到物理3%是3% 太好用 真的太好用 那頭盔的話來講的話就是拳罐 拳罐 入手不容易 但是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這個是標馬的標準配備 標準配備 如果退了其實當然我知道大家可以拿軍帽 可是那個level就差很多 副手來講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戰招 戰招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說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拿軍用稿 那副手的話 就是拿銅盾 就是無形的銅盾 我們現在看一下他的裝備來說 他的 這支 亞馬遜的裝備 這支裝備因為他的 儲物箱 我放的東西會比較雜一點 會比較雜一點 因為呢就是說說這個是因為 你什麼時候往生 英勇你不知道 所以 我也不是很想整理 我自己本身這邊的東西 我就要把之前的東西放在共用欄的倉庫裡面 其他這個我就 有點擺爛 這個就有點擺爛 這個比較難打 這個是 這些的話就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的話我是自己要留下 故意要留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 就說說這個是我的放高幅部分來講的話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專家模式的這些高幅 這些這些東西呢 是我在專家模式 幾乎都是自己打到的 幾乎都是自己打到的 如果你有在我看 Facebook來玩講 我上個月就打了8顆高幅 上個月 我只要有打到高幅 就到社群去跟人家分享 他有一個 很奇怪的SOP的一個機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要到那個機制去打就打得到 這個要有點耐心 像我這個月就比較沒什麼的時間 昨天我只打到一個馬額 就這些高幅 很不好打 超級難打 而且你可能想說 你是不是跟人家用換的 你要換你也用本錢跟人家換 這些東西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什麼 就是 這個 防戰日服 3991 這是我打到又自己洗到的 這把在專家模式來講 很值錢 非常值錢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去算他的價值 這個 因為他不是天梯模式 他 是 他又不是普通模式 這一把的話 你在換天梯的高幅 可以換到不少 3991D的 我會想洗到400 可是我真是洗不下去 不好洗 這是這個 頂級的橡樹之星 四抗 這個我是一發露魂 一洗就中 一洗就中 再來的話 就是說塔拉下的 是護身 也是非常難打 真的是非常難打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 就是說 這些話來講 有一個比較難打 就是說 哪一個 這個 殺爆子女 無形的 很難打 我 刷了將近 一直刷到老半天 真的是不好打 所以我到時候可能想說會把這個 這個 殺爆子女把他換到這邊來 這樣子 到這裡無形的很貴 仔細 天梯無形的殺爆就很貴 更加是專家無形的殺爆 非常貴 這是鬼頭 這是鬼頭 這我就只先留下來 這個 波頭啊 在那邊這個波頭 這我也是給他 那這個的話 就是說 戰兆 661的 661跟662的這個 這個都很貴 這個都有倍的價錢 這個超級貴 這些的話 大家就一開始 這是我之前才用的 過來把它換下來 換了這個 這些大家可以自己找去參考 大家去查 這個也是很難打 這些的話就是我的一些符吻 這是我的一些符吻 鑰匙也是 我們現在看一下就是說他的 資物欄裡面 我這隻楊宏軒的資物欄裡面有什麼東西 東西就不是很 很好了 就這些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過天吧 過天吧 這個也不是算什麼 炫富什麼之類的 這個我倒是覺得沒什麼好炫富 說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說呢 愛壞者的天梯的其實說的你要生存呢 不是這麼的 真的不是這麼的容易 但是要什麼去想辦法去生存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 客庭 這是一個客庭站 那就是說說其實這個 這個遊戲過了一二十年了 然後還可以有這麼多的東西 讓人家研究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因為RNS出來 讓RNS2的玩家 變得 減少了很多 RNS目前是什麼 那麼悲劇 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有這麼多的資源 有這麼多的能力 這麼多的武力 但是做出來呢 卻輸給20年前的 這個遊戲 除了他的 他的銷量 他的獲利呢 是 最好的 評價怎麼樣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我也不想再多說什麼 OK 那我是一種 我們下個影片呢 我會介紹 我其他專家模式的 裝備 電視亞馬遜目前他已經到了92級 當然有些東西還是很富 所以我也是很討厭 最主要是電卡 我已經到92級的亞馬遜 電視亞馬遜呢 一路走來呢 始終如一啊 就是說 至少呢 我們 專家模式的玩家呢 走上了人家 不願意走 也不希望走的 這一步 雖然是有成就感 但是呢 成就感的當下 其實我們也付出了蠻多的心血 在這個 專家模式 所以我是一種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請持續關注注意我的頻道 感謝新的訂閱者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一種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分享新的鈴鐺 要拍到 請